这样的一个成绩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一定是我们团队小伙伴所有人一起努力的成果 那聊完了第一张图片 接下来我们赶紧看看第二张图片 熟悉吗 还记得就是满庭飘临岛的时候 是在哪一个挑战的时候 那一定是孔雀妖吧 水怪滴入到落水之中的那一个天段 那其实我们大家也非常的好奇说 导演为什么说会对水怪这个角色如此的钟爱 还为他去配音 其实他对于我们来讲 这种创作的灵感来源 在工作之余 就是想放松一下自己 完全是走另外一个风格的一种感觉 或者是演绎 可能会对我的一个创作的一个灵感 那么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那今天其实非常难得 林峰导演来到了我们建议影评的这样一个现场 那就替很多的这样一个观众来求个福利 能不能现场以我们去 感谢观看